香港進入高鐵時代的廣深港高鐵 23號就開通了 那麼這會對香港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清皇 沒錯 因為這個高鐵號稱 是全球造價最高的高鐵 這一段在哪裡 這是廣深港高鐵 廣深港高鐵當然就是廣州 深圳跟香港 那最難的是其中這個香港段 施工了8年 它終於開通了 好久了 每次去香港 那個九龍那個地方都在施工 而且這一段只有多長你知道嗎 這一段也不過26公里 可是這26公里就搞了8年的時間 但它現在終於要通車了 它通車象徵了一件事情 去香港玩的朋友 未來如果你想要去深圳走走 你可以搭廣深港高鐵 而且只要多快14分鐘的時間 讓你從香港就可以到深圳去 那你如果想從香港到廣州去玩 那搭這高鐵一樣可以到 花多久時間呢 只要48分鐘 不用一個小時 你就可以從香港就跑到廣州去玩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有人會很好奇 尤其是媒體最好奇 媒體會好奇一件事情 我同樣是這一段的旅程 我可以搭高鐵 我可以搭火車 我也可以搭巴士 那你既然號稱是什麼 號稱是最快的 整個旅程到底是不是最快 這個疑問 我們在台灣有時候也會有 這個媒體的實測 它的目的地在哪裡 是在廣州的蓮香樓 知名的這個粵菜餐廳 然後糕餅也很出名 所以從香港搭到廣州蓮香樓 我們來比一比 比一比 先看高鐵 高鐵的時間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提到 它的時間理論上 應該47 48分鐘 它就要到了 為什麼要兩小時 可是你看 它的時間竟然花兩小時 13分鐘 為什麼 因為它中間包含兩次的轉乘 其中包含什麼 你高鐵到站之後 你要搭地鐵轉到市區去 那這一段的轉乘 你就會遇到什麼狀況 兩個情況 第一個 我要轉乘兩次 第二個 我要拿著我的大大的行李箱 在手扶梯上上下下 前後過程至少兩三趟 所以整個過程要花兩小時13分鐘 那如果你今天是改搭火車的方式 它是三個小時的時間 它轉乘的時間比高鐵少了一次 可是整個時間加起來 是大概三個小時左右 多少錢 價錢大概是880塊 省一點 省一點 因為搭高鐵的話 你會發現它車資是970塊 你這都換成台幣了 這都換成台幣了 那麼就有人在提到說 那我如果搭巴士 原來的巴士 沒那麼多錢對不對 那有什麼差別 好 我們給大家看 搭巴士大概是4小時15分鐘的時間 它跟以上兩者最大差別在哪裡 在於說你一樣可以到市區 但是你可以一上車就躺下來呼呼大睡 直接到站 不用有轉乘 也不用踢著大行李下來 爬上爬下的 省了這一大段 然後價格只有392塊 價錢是三個最便宜 又省掉轉乘的這個辛苦 然後你都要付出的唯一的差別 是你要花4小時的時間 所以這三個時間 可以提中給我們觀眾朋友 做一個參考 可是美人姐 我們還是要告訴我們觀眾朋友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 這一段的高鐵香港段 跟台灣高鐵的一個大差別 這個大差別是什麼 吃 通常我們去 高鐵就便當 還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搭車的時候 會注意到吃的部分 也只有三種可以選擇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 這一個是這個滷肉排的便當 然後一個是雞腿便當 然後它的基本款都很相像 一定會有滷炭在裡面 這是高鐵便當還是鐵路便當 這是高鐵便當 它放盒子了 對 這是高鐵便當 那這唯一我們沒有展示出來 是素食口味的便當 我們的選擇主要是就是這三款 可是這個香港的高鐵不一樣 可以選什麼 為什麼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看到有丸仔翅 這丸仔翅跟我們的魚刺羹 就有點像 在高鐵上可以點這個 在香港高鐵上 你有跟我們魚刺羹 類似的這個食物可以吃 那麼它的價格 折合台幣多少錢 是91塊錢 然後上面還有香港 很有名的菠蘿包 這個菠蘿包折合台幣是104塊 那你要吃好一點的 也有套餐 是什麼套餐 是叉燒咖哩魚焗豬排套餐 這樣一份套餐 你要在高鐵上享用是334塊 可是在這邊就有人提出一個疑問 有人舉手了 我看到就香港有網民舉手說 我這一段像香港到福田 才14分鐘而已 我這個餐如果吃不完 到時候會不會有現象是 我可能要拿著便當下著高鐵 然後邊走邊吃 想不到士充哥你也懂風水 沒錯 這個廣深港這個高鐵 事實上從它路線的設計 一直到完工之後 其實爭議不斷 我們現在講說 它完工之後的最大爭議 現在香港人都在討論 叫一地兩檢 一地兩檢是什麼意思 一地兩檢就是說 它在香港所謂九龍西站的地方 安排了 明明是香港的土地 它安排了中國的官員 可以到這個地方來檢查 這個民眾的護照 所以很多人在香港說 你這好像是侵犯了 香港的自主權 當然這個是目前短線上的焦點 但是這個其實不是太大 注意的重點 注意的重點是什麼 很多香港人認為說 這個所謂的廣深港的高鐵 破壞了香港的大風水 為什麼這樣說 事實上我們先來看 整個香港島在這個位置 這是九龍半島 香港人為什麼說 他們的風水非常好 主要是大江大水的滋滋 你看香港的北邊這邊 很多山脈 山脈是這種南嶺的山脈下來 所以香港後面是有龍脈在這個位置的 那前面 因為我們知道這邊是珠江口 珠江的是大江 大江出來之後 你看它的水怎麼流 流出來之後 你看這邊經過赤辣角 然後進入香港 然後一直到這個地方 最窄的地方在這個地方 九龍的尖沙嘴 跟香港的中環這一帶 所以這一帶為什麼 水進來之後 集氣在這個地方 所以香港為什麼能永保富貴 後面有大山 前面有大江 然後江水混合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是香港的龍脈所在 所以過去大家都認為說 為什麼香港會這麼好 是因為它的風水地理位置 實在是太棒了 而且香港的位置 就是很像是一個歸島 所以人家就是說 香港的這個風水 是千年一見的這個風水 但是為什麼我們說 中國大陸這個廣山 那是破壞在哪裡 對 破壞在哪裡 我們先給大家講 第一個 它這個所在的位置 是九龍西站這個位置 過去如果你去看 這個香港過去的地圖 這個地方其實是沒有這塊地的 為什麼沒有這塊地 這塊地是海埔新墊 新墊地填出來 那為什麼會填出這塊地 主要就是因為早年的時候 在1997年的時候 當時的港英政府就說 我要蓋一個赤辣腳機場 在這個地方 當時的中國官方不願意 中國官方只有一個同意 就是好 我讓你蓋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要在這個地方幫我填一個 這個所謂西九龍的 這個所謂海埔新墊地出來 所以後來 雙方有一個條件同意的時候 才填出了這塊地 這塊地是按照 中國官方的意願填出來 填出來的時候 很多香港人都覺得不太對 為什麼 因為它填出來的這個位置 如果大家仔細去看 如果它 因為它這個地方剛好有一個 這個類似蛇眼睛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一個蛇的嘴巴 所以很多人就說 它是一個蛇的這個人 龜 這個香港是龜 龜蛇兩個是互鬥 所以很多人就說 這個破壞了香港的風水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這個整個江水進來之後 在這個地方 這個蛇在這個地方 會把這個蛇的 會把這個江水給截斷 所以整個截斷的話 等於是把香港的龍脈給斷掉了 這個水進來就被斷掉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 水煮財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 我們剛才講到的 九龍西站在這個位置對不對 九龍西站一路往北通 通到哪裡 通到廣州之後 再往北通 通到北京 通到北京 它等於是說 把這一道龍脈引到北京去 然後同時為什麼 因為高鐵就好像是一個 有通電的電路在這個地方 所以是可以這樣 讓這個電路自由的來動 也就是說它讓這個水 不只是滋潤香港本身 是滋潤到整個全中國大陸 所以很多香港就說 我們的未來的 所謂好的江山 可能好的風水 某個程度來說 可能會被中國大陸那邊 給分享 除了這個之外 令很多香港人不爽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它的香港西站的 蓋的這個方式 我們給大家看 這一張你們去看過嗎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香港人的墳墓 香港的墳墓是這樣蓋的 他們蓋的是 對不起 這不是旅遊墊 難怪你們看過 沒有 其實你去 如果你去做香港的 包括說清衣的這個站的話 你就在旁邊會看到這些 這是香港人的墳墓 因為香港人的地很小 所以他們墳墓是這樣蓋的 但我們給大家看 這是九龍西站的狀況 站體 你可以看到 蓋出來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跟這個樣子像不像 這個樣子跟這個樣子像不像 所以很多香港人就說 人家是參考那個巴黎 雪梨歌劇院有沒有 那個一層一層的 只是它那個倒過來而已 但是你看在這個 立起來應該就好一點 因為香港都很重視風水 所以他們看到這麼多的風水的 有關相關的點點滴滴就覺得說 這個廣深港的高鐵 事實上對香港其實沒有那麼有利 不過我想問一下高超 在高鐵開通之後 我剛剛講了 其實不是香港人方便去大陸 或是大陸方面來香港 這個事情會不會 在民眾的接受度方面 是有什麼樣的一個現象嗎 這是一種特殊文化的帶進香港 什麼叫特殊文化 我們叫做港深澳 這個廣廣深澳 廣州第一站 很多人在那邊排隊的時候 就開始抽菸了 第二站 深郡 有人不買車票 去裡面體驗高鐵的速度 不是 他不買車票 他怎麼進去的 就爬進去的 跑進去的 真的是這樣 這是特有的文化 好 到第三站不是香港嗎 西九龍站 照片出來了 有個女子出來就 馬上口一顆什麼龍潭 這個照片被照出來了 直達這個時候 這個現象就出來了 他是不是忘了帶衛生紙 不曉得 這是特有文化 結果被拍照了 好 那這個就是引起的 輿論的大戰 怎麼會有人在那邊 吐在那邊高鐵鎖航 我們看右邊這張 這張繩 高鐵上呼籤一個河南大繩 就坐個位置 他是霸占位置 他霸占位置 小夥子說 大繩 大繩 這是我的位置 那個大繩說 我腰痛 腿痛 我可以坐一下 不行嗎 你站在那邊 站半個鐘頭 等我坐起來了 不舒服 舒服之後 你再來坐 不是嗎 這是有 不是自由坐來著 這是有買票的位置 有買票 但是霸位 就霸占位置 請列車長出來處理 沒有 這個大繩要講話 我看不到這一代的年輕人 都不會遵老敬嫌 怎麼樣 你要打我 敢打我嗎 你就是幾把 他在嗆那個小夥子 你買這個車票 買這個位置 算你倒楣 大繩說話 不只這樣 不是嗎 列車長要出來處理 列車長會出來處理 可是大繩就方言 講不清楚 我們看左邊的蕭張男 這個蕭張男也是一樣 他是二等座 他站了這個所謂的商務座 他就在玩手遊 人家勸他說 你位置坐錯了 我說沒有 我來體驗高鐵的速度 你會體驗你們的服務 我就是坐在那裡 我就不走 好 很多人就找 車長來了 服務員來了 那個蕭張男就說 你們這些人 真是不懂的什麼客戶服務 我要進行客訴 不得了 反嗆回去 這有沒有讀過書 這個大概是我舉例一個 更有讀過書了 右邊這一張 這是號稱這一次 中國高鐵裡面臉皮最厚的 他是從一個濟南到北京的高鐵上 這位仁兄被騎禮什麼 到韓國去念個經濟博士 他是個博士 人家太站在位置上 人家說你是站我的位置 他說不然你坐著 你坐著 我這個位置我坐就要坐 好 最後人家公安來了 就罰這一位所謂博士級的 半年不能乘高鐵 那沒錯 為什麼 那個大橋他就不敢這樣幹了 對不對 大橋可複雜啦 大橋是整個大灣區計畫 也就是當時黨那個時候想出來的案子是 我們要跟舊金山灣區一樣 所以我這次要把整個港珠澳包成一個大灣區 除了有高鐵之外 我一定要有橋 貨倉齊流對不對 國父孫中山先生講過 珠海 沒錯 然後可以連接這個澳門 澳門 對不對 然後再連接香港 然後這邊這個橋這麼長 對 然後從海底隧道 然後進入這個香港 香港 對 22.9公里的橋 所以我們這樣講 這個橋 這中間有船要走的 基本上它完全是在海上 所以它的特色是叫橋島穗三合一 橋有橋 然後中間有四個人工島 中間還有非常長的地下海底隧道 全部裝在一起 所以我們先講它厲害的地方 然後我們再講 香港人對它一直有一些懷疑 那它厲害的地方是在哪裡 它光主要的主糧 因為主要的主糧在人工島上面 還有其他所有跟海底接軌的那些地方 它用到鋼板用42萬噸 42萬噸是什麼概念 聽數字不知道對不對 以艾菲爾鐵塔來講60座 而且它的保用期 這個保用期是出平常講的 我們也沒有提它背書 但它保用期120年 然後這一次山竹來了 你記得看到香港 我們被吞得亂七八糟對不對 網上很多說感謝這個港舟澳大橋 因為沒有被吹斷 因為過去大家一直在懷疑說 這一次第一次遇到山竹颱風 這麼強的颱風的時候 我們這座跨海大橋撐不撐得住 撐得住 因為根據官方的說法 我們要特別強調 根據官方的說法是16級風 然後八級地震 所以它基本上都撐過去了 可是它的整個建築概念 我們要看一下畫面 第一個它確實跨海 也就它整個55公里 一路中間是從海的部分走過去的 不是說中間有經過很多陸地沒有 天啊 那開在上面會不會暈 我告訴你 他們有一些很怪異的狀況 我等一下再講 而且最重要的是 因為光是跨海不夠 它還堆出了人工島 有四座 就很像我們上次討論到的 關係機場 它是整個硬從海底 跟周邊疊上來的 然後它的隧道 這中間是怎麼樣 讓人家上廁所嗎 不... 它這個人工島的概念 就我需要有一些 比較solid的支撐 那這個概念 它完成 完成以外 它的海底隧道部分 全部都是預柱 預柱的意思是 它單一一個構建 大概7.8萬噸 是在路上先駐完了 把它全部弄好之後 沉到海底去 你知道它沉到海底 是要從海面掉下去 垂掉下去 7.5萬噸的這個隧道 沉下去之後要對接 他說這個對接的難度 基本上跟你在環繞地球 軌道上面要兩個 這個航空器對接一樣困難 那對接 那在水裡面它用什麼黏住 它對接就是我有卡水 加上你周邊還是要做 這個防水材料的封裝 然後最後還要把水抽掉 但光是這個東西難度就很高 它既然預住了 旁邊應該留一片玻璃纖維 讓我們看到海裡面那個魚 油 對 但承受不了那個壓力 所以您就別以婦人之劍 影響別人 是 婦人之劍 今天特別強調一下 但問題就是 你知道第一個 它的車程原來要三小時 現在縮成半小時 所以它確實加快速度 可是中間一直有一個問題 香港人對它不信任的原因是 它其實不能直達 它不是像我們講的 要真的縮短成半小時就直達 沒有 你要有一定的資格 才能買到直通車 否則中間要停要轉要換車 那問一下這個香港是左駕 大陸是右駕 請問這條橋在橋上要怎麼辦 對 這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三地的駕駛習慣不一樣 所以這就造成這個 中國很大的困擾 所以它在發車牌的時候 就開始考量 原本建這座橋 它預估每天的交通量 是要20萬輛 結果它到目前為止 第一批發3000張車牌出來 3000跟20萬差太多了吧 大家就開始罵你搞什麼鬼 怎麼發3000 好 它又追加到1萬張車牌 問題是還是遠遠不夠 所以我們回到 它為什麼發這麼少車牌 剛剛美人姐提到的一個重點 駕駛習慣不一樣 它一定會擔心 所以它初期比較有實驗性質 就讓不同的駕駛習慣 我們先少量測先看看 大家能不能習慣這個樣子 好 可是大家 不是 那它進香港之後 就要換成左駕了 右駕 問題是你車子不可能換 你如果車子你從 對 所以就說你要這樣子去做 所以以後在香港的路上 會有很多左駕跟右駕 都在同一條路上面嗎 理論上是這個樣子 那香港已經很塞了 如果再來20萬輛車 香港島不就大家下來走路推 所以它現在就用車牌先卡你 我不要發那麼多車牌出來 因為這是個可能發生的事情 因為大陸地大 香港的車過去就還好 可是如果那邊的車都到香港怎麼辦 所以你看它現在車牌發那麼少 我們說現在它只發到1萬張 好 那問題就來了 大家都想要搶 可是不是 剛剛祝達提到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拿 誰可以升級這個車牌 基本上只有四種身分 第一個 中國跟香港的人大代表 人大委員 夠大了吧 大官 政協委員又是一個大官 好 那這兩個就不提了 我們說那一般老百姓怎麼辦 好 第三個 你在廣東你有繳稅超過 10萬人民幣以上的 三年之內累積繳稅 10萬人民幣以上的 好 第四種你願意捐錢 捐多少錢 50萬人民幣以上給慈善機構 只有這四種人 而且就只有我們剛剛說的 只限定1萬張車牌 而且個人還不能申請 只能是機構 法人 公司戶 而且你說我公司戶買了 我可不可以轉讓 很抱歉 不行 除非你整家公司一起轉 所以這就造成一個很大問題 黑市很強 所以你看這個車牌炒作 非常誇張 各位 咱有這車牌咱發了 3683塊的車牌 現在炒到233萬 我可以跟美人姐講 這是之前的數字 現在因為快通車了 已經炒到130萬港幣了 這個才原本大概60萬港幣 去估的 已經快500萬了 對 現在已經到130 他實際申請費才960塊港幣 也就是我們這邊3600 所以會有這樣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我們剛剛 想到這些問題 好 那他這車牌 你去看也有一個很奇怪 他明明是港 租澳三個地方 可是他的車牌 居然都是兩地車牌 不是三地車牌 不是應該香港 澳門跟珠海 三個地方 結果他居然只有 要滿就是從珠海到香港 要滿就是 本來就三地裡面的任兩地 他就是不發三地車 除了剛剛祝達說的 極少數 已經不是剛剛那四個人了 是更VIP的人 才有辦法拿到三地車牌 其他最多就是兩地 那我想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有可能就是國安上的考量了 已經不是我們剛剛說的 交通安全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澳門跟香港 自由很多 那中國相對的很緊 那什麼國安 他們不同一國嗎 說是這麼說 一國兩制不要忘記 50年馬照跑 舞照跳 50年還沒到 是 所以我想基本上 也是因為這個關係 他暫時不發三地車牌 所以說這是一個 很大很大的問題 不過講到風水 香港人對風水的痴迷 我真的覺得已經是全世界 最有特色的一個島 他們裡面每一個香港人 都可以跟你坎坎而談 他們裡面每個大樓的風水大戰 很好玩 待會兒我來告訴你 好 接下來這一站我們邀請的是 剛剛開始在市場上走跳的風水大師 黃世聰先生 黃大師 來跟我們分析一下香港的風水 沒錯 事實上這個 我們要分析的是上海的風水 剛才我們講到香港 香港的風水是中國大陸跟香港 這個政府在互相鬥法 我們現在講的是上海的風水 所以香港這一套被帶到上海 對 上海是中國跟日本 他們兩個之間的鬥法 為什麼這樣說 事實上如果我們現在去看 整個上海的夜景來說的話 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大樓 一個是經貿大樓 一個是環球金融中心 還有另外一個是新設立的 這個比較新的 上海的新地標叫上海中心大廈 他們三個都很近 對 這三個非常近 都在這個世紀大道上面 大家如果去看的話 他們是連成一條線的三個建築物 除了這三個建築物 這邊的話還有一個東方明珠塔 這四個大概是上海最重要的樓 我們講他們到底在 我幫你弄一根 這裡是東方明珠塔 他們到底在鬥什麼 我們先跟大家講 第一個樓 先蓋的樓是中間這個經貿大廈 他一開始蓋這個經貿大樓的時候 他想說未來一定很多大樓 蓋在我旁邊 我風水又被破壞 怎麼辦 所以他只好說那我就先防禦我自己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建築物是非常特別的 有很多尖尖的 佼佼的 是面對的 這個四面八方都是這樣 尤其他在頭部這個地方 你蓋得很像一個狼牙棒的 這個樣子的感覺 也就是說反正我就是 我可以攻擊你 我可以這個後發先制 我都可以攻擊你 而且他這裡面還有 應該想說不管你未來怎麼蓋 我都可以幫你擋掉就對了 他其實裡面還暗藏一個八字的玄機 為什麼八字的玄機 他的高度是他寬度的 大概約莫是八倍 然後裡面的話 他這個樓層的話是88層樓高 甚至他裡面用的8跟鋼管在這裡面 所以他每一個數字都有8 我可以擋你的煞 然後我就讓我本身發發發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風水 好 結果他蓋了第一個之後 果然第二大樓開始蓋了 他完工之後沒多久的時候 這個環球金融中心就開始蓋 這個環球金融中心是誰蓋 是日本人蓋的 那日本人 因為日本人曾經佔米國上海 他知道上海的風水最好 就在這個地方 於是我要蓋一個什麼 你看他一開始原始的設計 是這個樣子 這個原始設計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很多人看了就說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他這裡面好像有兩邊尖尖的 這個好像是一個刀子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從正面來看的話 是兩個軍刀這樣的感覺 中間他有一個圓洞 圓洞這樣是什麼意思 兩個軍刀伴著一個圓珠 很多人就說這個擺明了 就是對我們中國不利 所以你看這個中國官方看到這個 怎麼可以讓你這樣子 於是在他們當地的抗議之下 後來把這個塔改了 它這個上面的這個 原本是一個圓珠這樣的狀況 把它改成類似一個開灌器這樣子 但是這裡面還是有玄機 你看 人家這麼樣的一個 好啦 沒關係 被你講成開灌器 這原始建築師應該 當地人真的叫他開灌器 不是開玩笑的 你看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像不像一個開灌器 結果他們還是有蘊藏一個玄機 在這裡面 也就是說如果日出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從這個開灌器中間 看到這個日出的太陽 像是面日本的國旗 所以無論如何 日本就是要在這個地方 給你安插一個風水的這個玄機 在這裡面 當然因為它是第二個蓋的 第三個蓋的是這個 上海的中心大廈 因為這兩個已經鬥得這麼厲害 我要怎麼來蓋這個新的大樓 於是他又把龍脈轉到這個地方 因為第一個 如果你從空拍來看 上海的中心大廈 它的地底下是一個類似品質這樣一個字型 品質的字型來說的話 當然對風水是沒有任何的影響的 再來就是說 它故意把它蓋著 如果你看這個大廈的話 它其實有點類似這樣 圓圈 旋風這樣上來的 也就是說它這個氣場就是 在這個地方形成一個 自己的龍捲風 龍捲風的話 當然就不怕你的狼牙棒 我也不怕你的軍刀 所以事實上 他們在這個裡面有非常多 中國跟日本那個鬥法 那無論如何 因為你是尖尖的腳要 你看這個都是尖腳 軍刀 對 這也是軍刀 對 都是腳 然後我用圓的 我通通不要去接你的這個尖腳 我就用柔這樣風畫過來之後 再把你吹走 所以你就知道說 在一個小小的上海浦東 山洞大樓之間 居然有這麼多風水背後的故事 所以以後是不是一個 這種新的區域 就風水師先出來喬好自己 對不對 免得這麼的 香港也是這樣乾的 掀蓋了一棟 後來就再給他射回去 射回去之後再給他射回來 就是這樣射的 所以現在去香港跟上海 其實城市觀光就很好玩 對不對 有故事可以說 有 高超也去過香港不是嗎 去過 我們看香港是 剛剛提到黃大師 我現在陳大師開始說明 其實最始終擁者 就是香港 中國大陸那一棟 中國銀行的大樓 叫做簡稱中銀 就在右下角 這個中銀大樓 三面刀刃長高 我跟你講 因為他基本上 香港的土地寸所寸去 他是最後才蓋的 很多人都蓋大樓 他後來蓋 當然後來蓋的人 一定覺得說很吃虧 不行 他就找貝綠銘 貝綠銘的設計 貝綠銘幫他設計 367米高 可是你知道嗎 他的大樓是三型的 就是什麼 三面 然後你看 每一面有每一面的刀刃 天啊 三面刀刃 各367米 好 那這個就充滿什麼 叫做殺氣 殺人的殺 好 那這棟大樓蓋完之後 完了 第一刀 第一個就像一個長刀 第一刀劈向哪裡 香港總督府 跟香港總督府什麼關係 剛好那個刀刃 面對香港總督府 香港總督府第一任 總督愛德華到北京開會的時候 忽然猝死 那為什麼忽然猝死 是因為什麼 中英大樓從1985年到1989年完工 他只完工第二年的 三個刀面就出來 還沒完工完畢 就完畢 把什麼 愛德華給批死了 就剋掉一個了 剋掉一個 董建華在1997年 不是他回歸他第一任特首嗎 董建華看到說 中英大樓 這個是我們第一任被批死了 他不敢 他不敢住進去 就把這個香港總督府 改成禮賓府 客人來住沒關係 不要我 洗斗浴不洗餅頭 不要洗餅頭 好 那是第一個刀刃劈過去 還有第二刀 不是有三個刀刃嗎 三個刀刃367筆 劈到什麼 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就 我這是銀行 開玩笑 真的 真的有劈到 股價碟 業績碟 好 那他們就找風鐵大師來 我也找個風鐵來 在我的大樓化園圈的地方 就在頂樓的部分 安置兩個類似炮 大炮的寶物 跟他閉上去 因為什麼 刀刃什麼 刃 長炮 所以炮 就後來講說 叫做炮刀之戰 好 最重要一個 李嘉誠最 李嘉誠最幸風水 對啊 李嘉誠在所有大樓裡面 他是Top1 他的長江集團的總部 就開始什麼 你是刀又是炮 我是盾牌 你們互相打來打去 我把大樓蓋成盾牌 斷牌的時候就把你們 全部都化解掉了 後來李嘉誠也在香港 黃金十年 二十年完畢了 當然只有對的 那個是港府的駐金 那個就小case 我們只要談那個時候說 銀行之間的大戰 中營就是死中用者 他的風水確實非常強 你說香港人姓這個 東方人姓這個 可是其實你知道風水的英文怎麼講嗎 風水 是直譯過來的 真的 風水的英文就叫風水 風水 風水 我沒騙你的 真的 這英文對不對 翻譯英文小說的 是 沒錯 所以川普也信 對 川普也相信風水 而且川普的人稱轉折 還跟風水也有些關係 那怎麼說呢 川普本來對風水 一開始是沒有那麼信的 可是川普為什麼會信風水呢 原因是因為在1980年代左右 川普手上有一個 曼哈頓南邊的一塊土地 那那個土地呢 他叫Riverside South 就是南邊的河側的土地 有多大 77公頃 可是遇到房地產不好 所以整個大套牢 大套牢川普的資金套不出來怎麼辦 就有人在當時介紹川普 去找了香港的財團大富豪們 包括像鄭嘉純 羅瑞康這些人 可是當川普去跟這些人合作的時候 這件事情後來 美國包括紐約時報在那一些媒體 都有披露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這些富豪跟川普提了一個要求 提了什麼要求呢 第一個 你要我們投資 那一塊地的風水 我們要先請風水師先看過 第二個 風水師必須要告訴我們說 那個風水是可以改的 可以賣錢 可以賺錢的 我們才要投資 所以這投資者是華人 投資者就香港人 香港的富豪 川普找了香港富豪 所以那時候川普帶 所以那時候川普帶著這些人 等於是看完了風水 風水師到現場去之後 背書說這塊地 第一會賺錢 第二 風水怎麼改 我知道 然後一講完之後 這些富豪就決定說 好 這塊地 我們可以跟這個川普合作 我們可以來投資 你知道這樣一講完之後 川普嚇一跳 他沒有想到就是說 華人世界裡面對於風水 也竟然這麼相信 然後更妙的是 那塊地蓋起來之後 真的玩銷 玩銷 然後賺到錢 然後就川普等於靠這塊地 套牢的資金解套了 然後又賺了一桶金 讓他可以繼續往下投資 所以川普在整個事件 翻身後的隔幾年 川普自己也找了風水師 而且找的風水師 還是一位女性 她叫天山本炎 那麼這天山本炎 日本人 其實不是 但他是香港的風水師 然後這可能是他自己 就是一名取成這麼有特色 對 很有特色 那他找了天山本炎 來幫他改風水 改哪一棟 就是川普國際酒店的風水 這個川普國際酒店的位置很好 他面對紐約的哥倫布圓環 但物理卡在哪裡 你去看那個圖片上面 他兩邊 一邊是什麼 百老匯大道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大馬路 然後中間是圓環 對我們的風水來說 這叫什麼 這是第一 你看到像兩支弓箭 這樣子在旁邊 然後剪刀剎就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的 然後再加上 你注意看 川普國際酒店當時開口的位置 還面對這個圓環 所以這個風水師就跟他說 你這間酒店一定會賠錢 結果川普當下一想 對 就是因為很賠錢 所以找你 然後他就問他說 那我們要怎麼改 然後這風水師就給他兩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 他建議他 你在那個面對圓環的位置 做了一個地球儀 所以那個地球儀現在變大變的地標 川普那時候花了好幾百萬美金 打造了一個地球儀在那個地方 那為什麼要做地球儀 根據風水師的說法是 他原型的可以幫他化煞 那所以旁邊來的煞氣 他可以化解掉 第二個 把你門的開口 改到面對紐約中央公園的那一邊 為什麼呢 他說在紐約的地形裡面 紐約中央公園的位置就是青龍 所以這一顆地球儀對他來說 就像青龍手上握住的這顆球一樣 所以就好像握住財富的所在 這樣子你就會賺錢了 結果這樣一講 川普就照他的話去改 一改完之後 真的就轉虧為銀開始賺錢 所以就變成說川普在這件事情之後 對他更相信 然後在天山本言的建議下 後來川普有一系列的變化 你一定知道是什麼 川普特別愛用金黃色 為什麼特別愛用金黃色 因為他那時候有提到說 川普的生成 他的生成數什麼 數土 而且因為是夏天的土 所以土特別旺 所以他就跟川普說 土特別旺 你的個性就會固執 固執就不容易聽人言會失敗 所以你要靠女生來幫你 那你的女的依反卡可以幫你 但是你自己還有一些要自助 什麼叫自助 你就多用一些金黃色的東西 包括建築物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認為說 因為川普是屬土 土特別旺 然後土生金 所以你用金來卸掉過多的土 這樣可以幫到你 所以你看 而且金又金生水 所以有一句話叫金生利水 水主財 而且夏天的土是比較好的 冬天是洞土 春天的土是春冥 你懂嗎 這個開始就是水與水多了你知道 所以這個不同的土 有不同的這個邏輯 對 所以你後來看到川普 連他的飛機裝飾也用金黃色 他自己的辦公室也用金黃色 甚至入主白宮之後 他的辦公室的後面 他也要金黃色 索爾信這個嗎 基本上韓國人比較沒那麼信 不過他們在蓋建築的話 其實也是有很多花樣 譬如說我們看到這個南韓 他們這一棟即將落成的 蓋在索爾機場附近的 這棟無盡 它正式名稱叫無盡大樓 可是大家都把它叫隱形大樓 大樓會隱形很神奇吧 當然不是真的變不見 他就是玩那些科技的花樣 他怎麼做 我玻璃圍幕的大樓外面 我裝了攝影機 然後我的玻璃圍幕 其實是LED的面板 做什麼事情 我利用攝影機去擷取我 周遭環境的這個影像 然後我就把它投影到 我的LED面板上 然後我跟我周遭環境融為一體 你看到我們在這裙子上面 右邊的上面是不是 這個大樓就變成隱隱約約 好像看不見了 其實它就是我把旁邊的這些影像 我投射在我大樓的外牆 是不是就感覺上 好像整個融為一體 我大樓就不見了 好 那杜拜我們知道 杜拜在過去玩過很多建築的花樣 最近它有新花樣 你看到他們現在蓋的這棟大樓 看起來特別在什麼地方 Y7扭8的對不對 重點是它的形狀會改變 因為它的每一層樓是會旋轉的 而且它每一分鐘平均轉6公尺 大概90分鐘就會轉一圈 而且每一層樓轉的頻率不一樣 是你不同時間你看到的 就是不同的形狀 它非常適合蓋在香港 你有閉刀煞是不是 在轉 對不對 我怕你 你盡量蓋好了 我通通可以轉掉 OK 是 這棟大樓還不只是這樣子神奇 它還用過玉柱工坊 我們剛剛在講說 中國那個柱卡奧道橋 它的每一層樓都是 事先在工廠蓋好 然後到現場去組裝 而且高達90%都是這樣子蓋的 所以它把這些蓋好的 搬到現場去之後 它只要18個月就可以把它蓋好 每一分鐘旋轉6公尺 我要跟徐清皇吵架 三分鐘之後他就轉不見了 他就轉到另外一個方向去 好不好 另外一個這也是高科技 才有辦法在建築上面 做這樣一個進步 高科技可不可以應用在 我們日常的生活 尤其是學習這些事情 其實已經很多了 接下來各位家長 你要好好看這一段 因為我們要現場展現 小孩的數學 你不會回答的時候 你怎麼樣可以成為一個 非常有尊嚴的父母 因為你只要有一個小小的 APP神器 你後面在你兒子的面前 就真的很紅色 看好 待會兒回來告訴你 好 接下來介紹一個 真正的高科技 可以解決日常生活 而且找尋做父親的尊嚴 爸爸數學不好 真的很難看 所以各位爸爸 今天你真的有辦法了 好嗎 這是一個數學APP 不只是數學 它其實可以解決很多 但是我們今天跟大家講的是數學 不過真的站在老師立場 真的要講一下 老師都已經很痛恨學生操作業了 現在比操作業更令人痛恨的事情出現的 就是這個作業神器 也就是說居然可以用電腦 用手機幫你去解題 哇 這真的是個大問題 所以那個小孩問你的問題 你就說爸爸想一下 你先出去 這時候你要趕快操作 操作什麼呢 第一個拍下事件的題目 馬上顯示解答還有分析 不是只告訴你答案 然後這時候你趕快備好 然後就兒子過來 這也很簡單 就這樣幹 然後兒子就會對你非常非常的崇拜 好嗎 是可以用來輔導孩子做學習 而且這個APP出來下載亮晶人 對 我們先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效果 來我們請美人姐幫忙一下 我們先準備好題目 來 這一題 那個電視機前的爸爸們 來看一下 有四個小孩 你們三個先算好不好 先不要告訴我們 你們三個算好 有四個小孩一個比一個大一歲 他們的歲數相乘 乘等於3024 請問他們每一個人是幾歲 快啊 快 有四個一個比一個大一歲 然後相乘 四個相乘是3024 請問他們每個人歲數是幾歲 好 你看這些爸爸 我們這個厲害的爸爸在這裡 來 我們手 所以我們就事先裝好了那個APP之後 不要告訴他們答案 來 好 這時候你就對準的題目 好 然後你就像照相一樣 拍一下 好 這時候他會抓一個框框 你就把這個框框 把這個題目框起來 拍得有點歪 我們先看看能不能拍 能不能解 如果不能解在這裡 好 所以現在題目掃進來之後 好 你看 解答出來了 六七八九 多少 六七八九 六歲七歲八歲九歲 不錯 他不是只有給你答案 他有解說 他是這樣子 他其實是一種分解因素 對不對 意思分解 這當然是國中程度的數學 所以這四個還是分解是 六歲七歲八歲九歲 朱大你不用下載 真的太好了 如果更難的沒有辦法的話呢 更難他有一個解決方法 也就是說每人覺得問題常常一定會出現 解不出來怎麼辦 線上你可以去點選請專家 請老師 這個是免費下載嗎 這是免費的部分 你可以去下載這樣子一個軟體 然後基本上我們剛剛說 從國小到高三的題目 他可以幫你解決 可是如果有真的更難的 譬如說解出來答案你發現不對 或是解釋的不夠清楚 你想要更進一步去了解 來 你可以去點選 除了我們剛剛說的 上面有最基本的 你可以按照你的程度去選 如果你覺得不夠 你可以去點選 請老師線上幫你解答 天啊 你怎麼可以不看國民大會 我都已經把它變成百貨公司了 從廣深港高鐵到上海風水 香港風水到解決你做爸爸的尊嚴 我都幹了 好啦 學衡很厲害 不用靠這個APP就可以了 可是按照你的年紀再長下去的話 你加上小孩要在你的脖子上 請你當馬騎你做不到吧 現在就做不到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講這個技術 同樣可以解決身為爸爸的尊嚴 就現在你知道對日本來講 有很多銀髮族還在從事農耕 問題是他的小孩子都去都市 去東京那些地方 坦白講 你說那個怎麼扛那些東西 而且最重要是有的時候 譬如說不是每一個人都在種 那個秦王攝香葡萄 而且就算你種秦王攝香葡萄 你每天一直仰著脖子在那邊撿 也有身體上的負擔 那這一個技術是奈良一家公司 特別開發出來的 叫新的外骨格農業輔助器 那他特別講到 因為這個你知道搬西瓜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我們說要把西瓜從地上 剪掉那個藤對不對 要把它拿起來 然後要堆 然後要丟上那個貨車 或是你要小力一點用放的 這個對腰骨負擔很大 坦白講以我們這種都市人這種 250的骨骼 我們搬五個西瓜大概就要躺一天了 對 但人家已經是農耕家族 所以他們不會那麼弱 可是問題是你一天要搬100個 而且如果你已經64歲了 人家還沒有什麼骨質疏鬆的問題 但光是每天彎腰把它抱起來拿走就不行 所以現在這個超棒了 這個外骨骼一個才多少錢 其實他才重4.4公斤 而且價格不是非常貴 他就是讓你穿在身上 穿在整個腰部跟大腿 然後每次你彎腰的時候 他就把重量分攤到你的腰跟大腿上面 我覺得台灣的搬家公司 應該幫搬家工人做這個東西 因為他們經常都要殘腰殘成那樣子對不對 對 因為你的腰的那些肌肉 你必須要有支撐 所以他這個概念就是 每一次可以把那個西瓜的重量 至少分攤掉八成 所以10公斤的西瓜 可能就變2公斤重 所以這些阿伯阿伯說 很讚 好輕 讓我腰不會累 而且我可以做更久的工作 這是好事嗎 因為他已經65歲 做更久就要做到85歲 也不是這樣講 他也許有別的地方可以做更久 然後兩個人都高興 好 OK 接下來還有一個 好 那我們再講 如果你的長照 也就是國家的老人化變越來越嚴重 很多疾病會變成一個重大的問題 那癌症是其中一個大的挑戰 所以這一次 這是歐美相關的團隊 直接研發出來說 等等 我們能不能夠用奈米細胞 其實應該這樣講 我們能不能把人工製造的東西 一起用類似日本Origami 那個折紙的概念 折到很小之後 丟到人體裡面去 然後用它來偵測癌細胞 我只要偵測出癌細胞之後 我就可以把它的血液隔斷 隔斷讓它活活的餓死 以前的化療是傷敵1000 自損800 好的壞的都一起幹掉了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只有針對它 我讓你沒有血液可以活對不對 你自己萎縮掉 這個概念就比較像 然後不傷及你其他的脹氣 是 這個概念比較像 異陽破九陰 意思就是找到 癌細胞隔斷之後 讓你自然死亡 不傷身體 所以各位 有些專家的言論 真的不代表本台的立場 好嗎 那另外青皇跟我們講一下 什麼叫漂浮工程 這個漂浮工程是應用在挪威 它應用在哪裡 應用在海底隧道上面 通常我們海底隧道就是什麼 兩邊把它打通 然後變成說從下面可以直接相通 可是挪威人想到的海底隧道的模式 竟然是要把它吊起來 等於說用很多的船 把下面兩個大大的管子把它吊起來 然後讓你在下面可以開車 那麼這個瘋狂的想法是怎麼出現的 原因是因為你知道挪威的地形是什麼 是霞灣的地形 那霞灣彎彎曲曲的地形 造成一個交通上的不便 交通上的不便 你想想看到處如果要蓋港口 這看起來要花錢 而且破壞景觀 所以就變成說他們要思考用什麼模式 那他們思考第一個模式想說 那我就蓋大橋這樣子橫跨過去 可是他們認為說蓋這麼多大橋 我們挪威原始很漂亮的峽灣地形 那風景就變得很醜 所以這個也被否決掉了 所以後來挪威的工程師們想到一個方式 我們做海底隧道 但是要漂浮式的海底隧道 為什麼呢 他們就想像說兩個大的管子 一個是開過去一個是開回來 然後從海底相通到路面上來 可是問題說你要怎麼把它固定住 結果他們想到一個方式 我用了有點像纜纜一樣 吊起來之後上面有個浮船拉住它 那只要這個浮船數量夠多 它就有足夠強的力量把它拉起來 結果這麼瘋狂的一個計畫 竟然被美國跟挪威的工程師認為說 應該是可行的 可以做 所以當初2016年的時候 挪威政府本來要投上百億美金 下去蓋做這一條的海底隧道 可是後來又有人說 這樣子有可能會破壞在峽灣下的 那一些自然的景觀或自然的生態 所以這個計畫 他也不能說否決 是暫時在那個地方等於說 Pending 延遲 看後面評估怎麼樣再做 可是 那德國已經做了 德國做的是漂浮輕軌 剛剛我們講是漂浮海底隧道 現在是漂浮輕軌 什麼叫漂浮輕軌 我們的輕軌 我們的捷運 都是在軌道上面跑 所以你的這個車廂 一定是跑在軌道上面 但德國這一段很特別 它是吊起來的 就好像什麼 那個輪胎長在它頭頂上 然後卡在上面有軌道 讓它往前滑一樣 可是你知道嗎 德國這樣的空中懸浮輕軌 已經多久了 德國人一百多年前 就發明出這樣的方式 讓它的輕軌可以飄在空中 而且他們發現說 這個模式對他們當地的氣候 跟環境是最適合的 所以這樣一個有20個站的輕軌 你知道每天帶來多少的運量嗎 每天為這個30萬人口的地方 帶來8萬人次的運量 所以表示說這邊的通勤有人用 還有許多的觀光客在使用 所以你看到漂浮的海底隧道 你也看到漂浮的輕軌 另外一個 現在的黑科技真的越來越多 那我們也找到一位科技達人 他也是剛入行 這個是世衝對不對 待會兒要來告訴我們 他從風水講到頓甲黑科技 剛才這個我們的朱大叔有一種 外骨骼可以搬西瓜對不對 您那太落伍了 咱們視衝這個一噴 咱們直接不用搬用腳踢就可以了 沒錯 這個馬上噴上神秘的塗料之後 變成是刀槍不入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們先來看這個 這畫面如果大家看到的話 你看有一個人拿著這個西瓜 西瓜拿起來之後 他居然用西瓜 然後用夢力砸在地上 結果砸在地上之後 居然沒有破 而且還能夠彈起來 而且不是這樣 你看這個第一個畫面是 他用力去砸他的車子 他車子塗上一層 這個黑科技的薄膜之後 你看用狼頭去捶 捶的話居然 車子居然都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除了這個之外之外 我們還看到說 譬如說有用紙杯 我們把它紙杯塗上 這一層塗料之後 你看這個是西瓜 這個西瓜 西瓜它原本真的是西瓜 它外面塗了一層之後 你看西瓜砸在地上 居然沒有破 而且還彈了起來 那還有那種一次性的紙杯 你把紙杯塗在外面 一層這個黑色的容料之後 那你在紙杯上面 你居然能夠佔人 而且紙杯居然不會扁 甚至還有人拿什麼 把這個雞蛋塗了 這個黑色的塗料之後 從12樓這樣往下摔 摔不爛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塗料真的太厲害 那志皇你要不要全身塗滿 然後跳樓看看 我現在想到的另外一個問題是 這個西瓜如果真的刀槍不弱的話 請問你要怎麼切開吃 對 你看 那這個新科技是來自什麼地方 它是來自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有一家科技 新的公司叫做燉甲新材 那它的老闆是羅士兵 他原本是那種火箭材料 研究的專家 然後火箭研究專家之後 他取得了這種防彈的相關的技術 於是他把這種原本 在火箭上面的塗料 把它用到商業化 他把它商業化之後 他就說如果未來我可以把這個 如果你需要那種鋼 這個刀槍不弱的東西 我就可以用這個東西去保護你 那當然現在是這個科技剛出來 什麼時候能夠畫上